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徐子晴 淡水树心里近几年,积极投入农村再生工作 日前新北市政府农业局带着评审委员来到树心里活动中心 进行实地勘察,就是要为农委会新举办的金牌农村做准备 淡水树心里近几年来,积极投入农村再生的工作 从民国96年开始投入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所辅导的农村再生计划 经过四年阶段的课程,目前也生产出许多在地社区的茶子油产业 而今天上午由新北市政府农业局带着评审委员来到了树心里活动中心 进行实地勘察,就是要为农委会举办的金牌农村做准备 这一次的金牌农村的比赛,我们总共选了十个社区来参加 我们现在来邀请专家学者来评比 然后我们会选出第一名,然后再参加全国新的比赛 那全国比赛如果有得到金牌的话,会有50万的奖金 然后还有这个会提供到德国去参访的名额 所以我们现在很努力,这个尽量的来辅导我们的农村 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荣誉 市府农业局表示,今年行政院农委会举办的首次金牌农村评选 要在全国参与选拔的农村当中选出一个社区作为金牌农村 而众选的农村可以得到50万元的补助 为此树心里可是拿出过去所打造的辉煌成果 不仅是精心准备简报 还有社区与产业共同合作的产品都呈现在评审面前 那目前的话在我们树心里,我们栽种的那个茶醋 我们是属于时差的一种 那目前全力加起来讨论有15公斤 今天这个节目是金牌农村 也算是农业局头一百的 还是大家没有所谓,但是本社区不怕 本社区地质油,有面包,有蛇干,三哥 小姐都知道,大家都做得很好 尤其现在一些瓜类的素材 实际是有机无度 李长表示其实树心里在过去 不只是福岛农民打造出许多茶籽油产业 参与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 让社区农业越来越兴盛 而这次将在新北市11个社区当中 选出其中最好的一个 来代表新北市到全国进行评选 而树心里也希望能够为农村争取荣耀 记者是段一,但是传播报道